第二个语法点是借词wegen,刚才已经讲过了,wegen呢,它是接第二个的借词wegen plus genitive 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或者是由于,看下面的短语 第一个,wegen des Krieges,Kriek,战争,des Krieges是战争的第二个,由于战争的原因,wegen des Krieges 下一个,wegen des Windwetters,Windwetters意思是暴风雨,那么还是第二个,由于暴风雨,然后怎么样了 下一个,wegen des Felsbettons,Felsbettons意思是迟到晚点,那么由于晚点,后面呢,又可以接具体的情况 由于晚点又如何如何了,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句子 第一句,他做这个只是为了钱,为了钱就是由于钱的原因,wegen des Gelders,Gelt,钱 第二个,Gelders,做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可以用S这个代词 那么做可以用machen或者是tun,二分词gemacht或者是getan 这句话可以说成er hat es nur wegen des Gelders,getan 好,再看下一句,因为生病,他待在家里 生病,生病的动词,生病的形容词呢,是krank,名词呢,是krankheit 由于生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是可以用wegen,wegen des krankheit 他呢,待在家里,bleibt air,做好子 好,这句话,wegen des krankheit,bleibt air,做好子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句子 因为海啸,海边的城市出于危险之中 海啸,我们之前学了一个词是tsunami 那么因为海啸,我们可以说wegen des tsunamis 也可以用另一个词叫做stormflute flute这个词呢,表示的就是潮水,涨潮 那么复述形式fluten,跟storm构成复合词stormflute 也可以指海啸,是由于风暴形成的这种大规模的涨潮 那么也是海啸的这个意思 海边的城市,城市,di stater 在海边我们可以用ammer或者是amze都行 处于危险之中 危险我们以前学过,形容词叫做gefährlich,危险的 那么名词危险是gefahr 固定词组,处于危险之中,叫做ing gefahr 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wegen der Sturmfluten sind der Stater am Meer in gefahr 好,wegen这个词意思呢,是因为,由于 它呢,是加第二格的介词 好,我们再看跟wegen替换的这些词 well我们学过,它呢,是引导原因状语从句的 那么既然介词wegen,它可以表示因为由于 那么有的时候,wegen这个短语 wegen跟名词构成了接名短语 就可以用well引导的从句来替换 后面的dishub副词表示所以 同样呢,也可以跟wegen进行替换 比如下面的这句话 wegen des schlechten wetters cranen will nicht ausgehen 由于这种坏的天气,我们不能够出行了 那么换成well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就可以说成由于天气不好,是从句的内容 主句呢,还是跟后面的一样 我们就不能出去了 那么这句话可以说成well das weiter schlechte ist 那如果要是用dishub的话呢,它就不再引导的是从句 而是有因果关系句子的这样的两个句子 那么可以说成 那这里边呢,这个dishub它是副词,需要站位 后面紧跟的是动词 我们看一下下边的练习 第一句 well sich das klima verandert, gibt es mir umwelt katastrophen katastrophen意思是灾难 单数形式把词为n去掉,变成katastrophe 自然灾难就可以说成natur katastrophe 那么这里边的构词是womwelt katastrophe 翻译成环境灾难 好,前面的这个well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翻译成由于气候的这样的变化 那么后边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环境灾难 这个是well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 那么下面呢,我们用dishub和wagon进行同一句的转换 首先呢,我们用dishub来转换 那么前边的这个原因直接就用一个句子来说 单句就可以了 das klima verandert sich 所以dishub,注意动词站位 gibt es mir umwelt katastrophen 好,看一下这句话 das klima verandert sich dishub gibt es mir umwelt katastrophen 下面呢,要用wagon来进行转换 那么wagon它后面接的是第二个形式的这个名词 不能接完整的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呢,要把这个整个的从句变成名词短语的形式 气候变化,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klima wander wander就是变化转变的意思 所以由于气候变化 我们可以说成wagondis klima wanders 然后后面再跟其他的成分 wagondis klima wanders gibt es mir umwelt katastrophen 好,这个就是借词wagon跟原因状语的引导词well 以及副词dishub之间的转换 我们再学习下一个语法点 下一个语法点呢,是成对的这样的一个连词 第一组要学习的是nicht zonden 意思呢,是不是而是 看下面呢,这句话 他不住在柏林,而是住在汉堡 那么很简单,直接就可以说出这个句子 er wand nicht in Berlin zonden in Hamburg er wand nicht in Berlin zonden in Hamburg 不是而是 再看下一句 他不在宝马工作,而是在西门子工作 那么在什么公司工作 可以用这词by by BMW by Siemens 那么这句话可以说成 er arbeitet nicht bei BMW zonden by Siemens 好,nicht zonden 不是而是 跟他类似的还有一种表达 叫做kind zonden 他的意思呢,也是 不是而是 跟nicht zonden的区别 就在于kind和nicht的区别 在有一些情况下 是用nicht来否定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用nicht zonden 那么在有些情况下 是用kind做否定词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用kind zonden 比如下面的句子 这不是电脑 而是电视机 正常第一个句子 这是电脑的话 说成 Das ist ein Computer 那么这不是电脑 否定的是 代不定冠词的名词 这个时候就要用kind来否定 Das ist kein Computer 而是电视机 zonden an fanzier 这句话 Das ist kein Computer zonden an fanzier 或者是fanzierapparat 都可以表示电视机 好,再看下一句话 这不是圆珠笔 而是手电筒 圆珠笔 kugelschreiber 手电筒 他身lamp 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Das ist kein Kugelschreiber zonden eine 他身lamp kain zonden 也是不是而是的意思 好,这是第一组的这个 成对的连词 nicht zonden 然后引出的跟他意思一样的 kain zonden 注意这两组成对连词 用法上的区别 我们再看一些练习 他长得不高大 而是非常的矮小 高和矮小 那么这个里边需要否定的是这个形容词 那么形容词应该用nicht来否 所以选用的是nicht zonden 他不高而是非常矮 可以说成 er is the nichter ghoes zonden klein 注意形容人长得高大 不能用hawk 而应该用ghoes这个形容词 再看下一句 不是他做的 而是他 那么这个事儿不是他干的 是女他 那么怎么说呢 nicht er hat es getan zonden sie nicht er hat es getan zonden sie 好,再看一下下一句 这不是手机 这不是手机 而是照相机 那么这个句子就要用 kind zonden来造 可以说成 das ist kein handy zonden eine kammer 好,这个呢 就是nicht zonden 或者kind zonden的成对连词的用法 我们再看下一组 下一组呢 是ier des to 那么他的意思呢 翻译成越怎么怎么样 就越怎么怎么样 看一下下面的例句 我们走得越快 就越早到家 好,看一下怎么说的 ier schneider wir gehen des to fruer zinder wir zu Hause 那么这里边 ier des to 引导的这个句子 首先 ier他引导的这个 就是从句的语序 动词呢 要放在后面 ier呢 紧跟的一定是 形容词的比较及形式 ier schneider 越快 wir gehen 我们越快地走 后边 des to 也要接比较及的形式 vui是早的 vui也更早 那么我们更早 后边 des to 接的这个 比较及形式 之后呢 他的语序 按照倒装的语序 直接动词站位 zint wir zu Hause 所以ier des to 翻译成越怎么样 就越怎么样 特殊要注意的 就是这两个词 后边一定要紧跟 形容词的比较及 分别的句子 句子结构也不一样 ier呢 它是从句的结构 而des to呢 它要用的是 这个反语序 倒装的这样的结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练习 第一句 它越勤奋学习 就越有更大的进步 越勤奋学习 勤奋我们可以想到 形容词 flexig 学习 lernan 那么flexig的比较急 fly sigge 所以前边的从句 也 那后面呢 desto更大的进步 进步 名词 fortschritt 复述形式就是 fortschritt 更大的进步 其实也就是 更多的进步 我们用fì的比较急 meer就行了 desto meer fortschritt macht er 好 再看一下这句话 iflexiger er land desto meer fortschritt macht er 注意前边 er引导的是 从句的语序 后面呢 是倒装 动词要占位 marked er 好 再看下一句 工作越难 对取得成功的喜悦 就越大 越难 难的 我们可以用swer 或者是swerich 都行 比较急 swer和swerige 那么工作越难 er schwierige diarbeit ist 或者是 er schwer diarbeit ist 对取得成功的喜悦 就越大 越大 gross 比较急 größer 那么喜悦呢 我们可以用名词 freunde 那这句话呢 就可以说成 er schwer diarbeit ist desto größer ist die freunde über den er folk die 这个事儿的喜悦 加借词 eber 后面借第四格 eber den er folk 好 这个就是 er 和desto 这两个成对的连词的意思 翻译成越怎么样 就越怎么样 两个词后面都要紧跟 形容词的比较急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语法部分